临时战溪路在战东路还没有通车时 为南北双向的六线车道 在战东路通车之后 封闭北上三个车道 接续在车站内建筑物大致完工之后 封闭北上的三个车道将开放 一半融入战溪路 因此内线车道会向内移 但仍维持三线道 现在其实战溪路 它有红色的三个车道 还有蓝色的三个车道 看起来是六个车道 那我们以后调整会往中间靠拢 就还是维持三个车道来做使用 那我们做彩色扑面 就是要让民众知道说 我北往南我要进入到战溪路的时候 我遵循的方向要怎么走 由于战溪路将进行有久路行的施工 南北两端也就是九如博爱路口 以及建国中山路口 也会一起在18号晚上10点起 进行封闭施工 在分阶段开放 战溪路预计在21号早上6点前完工通车 所以我们在19号就是礼拜六 礼拜六中午12点 博爱九如路口就会先来开放东西向 那到20号 20号的中午就是中山建国路口 我们也会东西向先开放来做通车 那到隔天就是21号早上6点 就会整个战溪路 就全线都开放南北向来做通行 这次做施工封闭 然后把那个路行调整完以后 以后就不会再做调整 施工期间利用战溪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 请在中正路七旋路以及石泉路配合转向 利用九如路和建国路东西向的车辆 则提前在自由路复兴路以及自立路进行改道 建国路进入战东路的车流则不受影响 18号晚上10点以后要改道的话 我们建议那个东西向的部分 九如如果是西往东的部分 希望在自立路的时候就能够做左右转 那如果东往西的话在自由路的话就做左右转 那另外北往南 北往南要走湛西路的建议在石泉或石泉路以北的地方呢 做左右转 湛西路永久路行完工之后 接续将进行湛区内的人行道加宽 而重庆路原本的标信行人行道 也会进行实体人行道的铺设保障行人路权 所以我们当这次永久路行调整以后 我们大概再花半年的时间 我们会把这边的人行道把它布设完整 那另外在重庆路的部分呢 外侧我们也会布设人行道 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整个高雄车站 整个完工整个开始使用以后 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好 更友善的行人的步行环境 所以我们会把这些人行道 把它布设完成 而且让它连贯性做得很好 因应战新路施工 高雄车站周边行进的公车路线 也将进行改道 交通局将会加派人力来引导民众 也会成立应变中心 紧盯施工进度 也会与民众配合改道 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也会订队